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是依法行事而并没有做得过分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我告诉你 牛不刚 你强占人家唐蒙古的酒楼礼当归还 如果说你是执意不还 那也可以 那你就租下此楼 每月 不是 每年赴唐蒙古租金白银二百两 半年结算一次也可以 半年赴白银一百两 你是不是缺心眼啊 你也不打听打听 我牛不刚什么时候给过人这么点银子 我给过吗 好好好 你不给银子也可以 那就把酒楼归还给人家呀 要不还酒楼那就拿银子 二者必择其一呀 那我就 我俩都不给呢 你要是俩都不给呀 我就等你三天 三天之后不归还酒楼 我就带人尊你的酒楼 你要是还陪我 我就上奏 上奏皇上 我告你 我告你个贪当皇法 师傅 街上卖一种小糕点 非常好吃 你能叫我这么多吗 你这个洋丫头 也是个馋嘴丫头 你很想吃东西了 对不对 还是师傅了解我 知己摸鱼丝嘛 师傅 你给我做嘛 所以给你做 你说要吃什么呀 就是那种 外面锅的鸡糖 糖 两斤斤的 里头身边 咬一口又甜又脆的那种 那就叫驴打滚 知道不知道 驴打滚那是甜食姑娘 甜食 甜食吃多了是要发胖的 胖了再胖 你变这个大胖子 又嫁不出去了姑娘 嫁不出去 我就一辈子跟着师傅 吗 你老娘不愿意啊 哇 用你力度 对 因为你都照顾 吃慢点小慧 你再这么贪吃 可真吃成个大胖子了 我才不怕胖呢 小慧 你要吃成个大胖子 就嫁不出去了 嫁不出去我就不嫁了 哪有闺女不嫁人的呀 就不嫁了 我呀一辈子就跟着你了 老猴子 怎么了夫人 刘靖你马上过去一趟 他要及时找你商量 是不是翁童河老先生来了呀 也许是吧 好 不行 师父还要教我做驴打滚呢 我来教你呀 不就驴打滚吗 难免就是揉揉揉揉揉 你还愣着干嘛 快去呀 还愣着干嘛 快走啊你 你也会做驴打滚吗 会 那不是面吗 看 就是这面 揉揉揉揉揉揉 再加点白吃嘛 你能问你个私人问题吗 行啊 问吧 师父当年是这么应得你的芳心的呢 这女孩子吧 千万不能嘴馋 你嘴馋 人家男人给你一点好吃的 你就跟着人家跑了 那是私奔呢 师娘你给师父的爱情好浪漫啊 你真是一个傻丫头 你可千万不能走我的老鲁 师娘的老鲁挺好的 干嘛不能走呢 我也想要那种央丫的爱情啊 我 我跟你这个羊牛 我 我 你就说不清楚呢 我 好好好 我还是教你驴打滚吧 看着 加点白芝麻 再加一点黑芝麻 然后就细细的揉揉揉 师大人 师公子 我把翁大人给你们请过来了 在下香河县令石珠香叩见翁同和翁大人 在下黄颜见风拜见翁大人 起来吧 谢谢翁大人 今天咱们是私人会面 不要拘于礼节 坐下谈吧 您请坐 这下可好了 翁大人来了 有何要事便可与他相商 直接可以转成皇上的 翁大人 我看你们几个先聊着 我下厨给你们备点韭菜 边吃边聊岂不刚好啊 饭就不着急了吧 翁大人 你们在议论朝廷大师在下擦 财书学浅 孤陋寡门 插不上嘴 我还是各尽所能吧 告退 翁大人 这位就是康先生的特使黄颜见风 晚辈叩见翁大人 坐 康先生的学生都是如此的不俗 可见康先生是何等之人哪 翁大人德高望重才学旷世 学生今日得以一见 也是三生有幸啊 好啊 咱们今天晚上就做一番促息畅谈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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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爷 这一连三天了 咱们这是啊 十客迎门 哪儿啊 你听他的 是人家相满坨关门三天了 所以人家都跑到咱们这儿来了 看得好好的关人门 他那个说呀 是内部维修 内部维修 你说那十半仙 搞什么鬼 就是搞什么鬼 牛爷说的还真对 我觉得有点怪 你看 他说是关门维修 可是十半仙天天去酒楼 他去酒楼 我还能闻到炒菜的味 牛爷 他那个酒楼单尖啊 深更半夜的还亮着灯 他那里边啊 还真有客人呢 你看看他有客人 你说是什么客人 非得十半仙这么伺候啊 牛爷 要不派人再去查看查看 那就你俩去吧 你弄清楚什么状况 回来告诉我啊 就是牛爷 快去带我钱了 本店盘点 站不开张 这可怎么办呢 那不错啊 能过去看 快点 你蹲下我上去 你蹲下我上去 你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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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快点儿 你蹲下 我蹲下 你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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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走 走 走 轻点 吃贱奶奶 我当是来了贼了 原来是牛爷手下的马肉和猪肝 是 想上楼 我们想上楼吃饭 没看见门外的牌子 酒店内维修 任何人不准入内 你们两个竟敢爬窗户进来 我明明知道里边有客人吃饭 是 我们家那炒菜的香味飘过来了 是 我家老头子来了两位同窗好友 正在楼上饮酒 你们两个也想凑个热闹 是 我们想给十大人端个盘子跑个腿 我们上去 我上去 戴上 你们两个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你们想来就来 我告诉你们 这可是县太爷十竹香的大酒楼 你们两个臭点使是有心来找麻烦的 我们就是想给十大人帮忙 你跑过来 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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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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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你 马上 给我滚出去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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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去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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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们走大门了 那不走大门走哪儿 那何咋我们爬出去 从哪进来就从哪儿出去 你不是 出去 快点 快点爬出去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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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 这丫头 平常看着挺温柔的 这怎么这么个凶样 是啊 咱们回去怎么向牛爷交代 交代 咱们就在这不走了 我看他能把咱怎么样 对 不走了 不走 不走 就不走 小扣子 刚才那盆是什么水啊 怎么那么臭啊 不是 刚才那盆是我的洗胶水啊 小扣子 平时你的脚是很臭 不是 也没有那么臭啊 还是这样 可平时吧 这么臭啊 今儿呢 这一高兴 我就洗了两只 什么水啊 这一份呢 它就特别重 这怎么回事 这是 牛爷 那楼没上去 可我知道 那楼上 它就是 确实有人啊 有人啊 什么人 对啊 就是那臭娘们告诉我们的 嗯 还有就是 石大人的那个 童庄好友 正在楼上喝酒呢 对 这客人非同一般呢 整整三天没开张 楼上有人饮酒传话 那石珠香还亲自下出账勺 对啊 对啊 非常可疑 本官去天津拦截 康有为特使 却扑了个空 看来 谎言是藏在香满斋里 好 我们马上去香满斋 明清 是 公子 可咱还记得 康有为先生 在公车上书上 说的一句话 敢问相国是哪一句话 皇上下诏 古天下之气 先都定天下之本 练兵强天下之势 变法成天下之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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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干一杯 好 这之气 之本物 之事 之志 说的是真好啊 道出了整个中国的未来之事啊 晚辈临出来的时候 康老师交代说 此次到了京城 无论如何也要见到皇上 万一见不到皇上的话 也要想尽办法见到您翁老前辈 康老师还说 此次变法 非您翁老前辈不可 看来 康老师说得对啊 别动 别动 好 乱臣逆子果然在此啊 把他抓起来 是 放肆 好 老相国为何在此啊 老夫封皇上之命 来接皇公子进京的 好 好 皇上要接皇颜见风进京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吧 这个皇颜见风 是朝廷通缉的药犯 是通缉的药犯 老夫怎么不知道啊 老佛爷下的密旨 这个皇颜见风是乱党 非抓不可 黄公子一直在广东做学问 没有触犯什么朝廷律法 又是天下皆知的明示 凭什么抓他啊 这个谎言写诗咒骂老佛爷 纠集乱党鼓吹变法违心 反对朝廷 是个危险人物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老相国 不要以为皇上宠着你 就可以为所欲为包皮罪犯 带走 是 走 走 走 老相国 告辞了 啊 夜宵来了 哎 厄统领 厄统领 您这是要把我六弟带往哪去啊 沈住家 你包皮乱党 胆子不小啊 这事要是禀报到老佛爷那 有你好情 厄统领 厅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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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是在我的地盘上 还是 还是请您不要随便抓人ей好啊 ね 口气不小啊 啊 我 我是这儿的地方官 这又是在我的地盘上 您 您招呼都不打一个 这 这余情余理 他都说不通啊 练走 不 恶统领请您留步 怎么了 你还想造反呢 带走 站住 恶统领 这怎么茬 空狗 这儿没你的事 走 走 恶统领 别急着走 容哥哥 把石黄炎放了 为什么 因为会是羊枪的 并不止你们几个人的 恶统领 这些新军可都是百发百中的好枪手 这些新式羊枪的威力 恶统领还不想领教 哥哥 好 我回去禀报容大人 到时候我看你怎么收场 好啊 你回去就告诉我阿玛 就说这儿的事都被我给缴了 所有的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放了他 我们走 你没事吧 没事 哥哥 你从哪儿找来这些当兵的 哪里是我找的 是一位大人专门派来保护你的 大人 哪位大人 原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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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原大人的新军 你就能平安抵达京城 面见皇上 康先生让我途经天津去拜见原大人 其实就是为了说服他 让他效忠皇上 拥护变法 他什么态度 他抓住我的手 热泪盈眶 说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他愿意死心踏地追随维新派参与变法 而且他的新军可以随时由皇上调遣 有了原大人的支持 变法何愁不成 是 有了原大人的支持 就不怕那些保守势力了 今天大哥为了我临危不惧 真是让我钦佩不已 以后你可就是我们强学会中的一员了 六弟 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参加强学会 怎么大哥 你不想加入维新党 不 不是那个意思 我希望变法成功 你们要是胜利了 我就可以在京城开一座大酒楼 免费招待维新人士 也算是对对维新派注一把之力吧 大哥 你不做维新派必然就是保守派 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翁大人 我下厨房去看看饭菜备得如何 翁大人 您先慢慢地聊着 好 我去帮忙大人 大哥 唐猛古 本官问你 牛不庚可曾还你的得月楼啊 回大人 没有 他可曾把租金二百两文银交给你啊 也没有啊 这个牛不庚啊 整个他一个糊弄里头焖米饭 装进去一道出来难的 那本官就只得查封他的得月楼了 去传父寻解 你带上几个补快弟兄 把得月楼给我彻底查封了 什么 谁让查的 勋解傅天愁带人去查的 说是奉了之前大人之命 你现在多带几个人 跟本爷一块去看看 走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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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儿 谁让开 这怎么回事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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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他 你我也是知县大人 那不就完了吗 你知道我也是知县大人 为什么警察都不警我的 可是 今天是十大人做唐掌印 小段得听他 胡说八道 来来来 我死了 不行 我死了 来 接着 给我开 住手 干什么 奉知县大人之命查封酒楼 谁敢私下封票 给我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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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眼 你也是朝廷命的 你应该知道跟官府作对是什么下场 好啊 傅天朝 你厉害你本事 十百香仗着你这种关系 他不把我放在眼里 好 有你哭的时候 牛眼 你用不着危险 有什么手段直观使徒来 好好好 怎么咯 起来起来起来 起来 起来 快 快 去 辛苦 Care 还行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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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假 快 快 很 followed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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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死我了 我这么说摔了 我气死我了 我摔了 我没得摔了 不摔了 我气死我了 我摔这个 我把这个摔了 摔不得 摔不得 不能摔 这个是不能摔 这个值钱的这个 不能摔 我摔什么 我摔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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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臭丫头 你招打呀 你看我摔那个 这不还是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一回 这个时空下 得气死我了 靠汉不吃眼前亏 咱呐 不能硬碰硬 不硬碰硬的 我得一楼白丢了 白丢了 牛呀 不就石竹香 让你戳二百两 拿那个租金回过头来 给那个唐梦谷吗 您偷着笑去吧 那么大的酒楼啊 您占了老大便宜了您 我占什么便宜 我占便宜 这么跟你说 你都说 你就从每天宜账 向咱们衙门里的官吏 本县乡绅 张嘴借 你说这一个人十两 二十人凑起了吧 一个人二十两 十个人就足了 你把这些钱给人汤梦谷 咱们德月楼照样开张 至于说借的那钱 到时候请他们到德月楼 白吃一顿 就算他们孝敬爷的不是 这叫有戒无还 有戒无还 谁借给我 他哪个敢不借 不借你 你就跟他明说 谁得罪了牛爷 他还想在官场上混 轻的给他个小鞋穿 重的呀 你就查他那个 有没有违法乱纪的那个事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的 咱们就给他来一个 轻罪重罚打入大牢 杀鸡给猴看 看他借钱不借钱给你 这好啊 这好啊 这主意好啊 杜忠夫 你可真是一嘟嘟坏水啊 那行啊 你先做个表帅 你财大气粗 先给我拿五十两 爷呀 你可真是个爷呀 你说我这么损的招 我都给你出了 你怎么对我 等等等 你借不借 借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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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要不借 我就跟别人检举你 就说这款主意都是你给我出的 爷 我借 我借 十两 不行 我看你面子 四十两 二十五两 不行不行 三十五 三十 唐蒙古 这儿有文宁二百两 是牛布庚付给你的得月楼年租金 你呢 你就先拿回去吧 好生抚养你的孩子 下堂去吧 给 多谢青天大老爷 这下 我们家的七个儿女 可就有救了 下去吧 多谢大老爷 下一个案子 没了 没了 啥没了 案子都没了 还真没了 您这两天办案神速 大大小小的案子都让你给断清了 你说这个办案子 这个办案子还上瘾呢 就像抽大爷似的 我早就看出你牛引来了 嘿嘿嘿 咱们光办小案子 还有大案子 还没有办啊 您 您说哪大案子 马之县被杀一案呢 这个皇上不是一直在催促我们迅速办案吗 我没忘 我不是一直都在找那个流感的下落吗 那个流感可有什么线索呀 我派人老盯着流感家 可是一直都没什么动静 那流感是真的死了 要是那样的话 就是牛不更故意误导咱们 让咱们往死互痛里钻 到头来什么也查不到 那马之县身边不还是有两个随医从吗 两个跟随已经醒了 我问过他们话 其中一个随从说 他被打昏之前看见那个凶手了 可是那个凶手他戴了一个抱子头的面具 抱子头面具 当然那个凶手具体他长多高 长什么样子 他自己也没看见 另外一个随从什么都记不清了 你说也是个怪事啊 这个马之县从京城回乡河 为什么只带两个随从啊 就是我也纳闷 怎么着也算一七品县令 这进一趟京 说少了也得带五六个家奴七八个随从 他怎么就带俩人呢 真是个怪事啊 午后你把那两个随从给我传来 我要亲自问话 看看还能问出底什么来 是 小的见过施大人 好吧 二位请坐 谢大人 你们二位跟随马之见已经有多年了吧 是的大人 这位怎么不说话呀 我这位兄弟 自从亲眼见了马之县被杀的亲戚 被吓傻了 他把过去的事情忘了一干二净 你要有什么事就直接问我好了 好 你叫什么名字呀 小的姓陆 大陆通天的陆 叫陆远 好 陆远 本官问你 马之县从京城返回湘河的那天 只有你们二位做跟随 那么 马之县平日里出门 也只有你们二位跟从吗 不是 那天 马之县去京城的时候 本来是带着蟹牙 我们一共十二位捕快兄弟 由傅巡演带队 可是回来的时候 出了一件事 出了什么事啊 那天 快看看 怎么回事 为什么 你去干什么吃的 大人 这不能怨我 不怨你怨谁 我告诉你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下婚没办法呀 我告诉你 这叫妖心文献 行 你现在就去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不想跟本官一起走 那他们就休想在本官这拿到一文钱 马大人 县衙已经两个多月没有发现了 大家怨声不断 他们不愿行动 下官也没有办法 他们如果不走 本官也不强求 本官自己赶回湘河 不过 到时候 可别怪本官手下无情 马快队的十二个人 全部开除 到时候我再招募新人 大人一人赶回湘河 路上万一出事可就不好了 请大人为自身的安全考虑 这个 就不用你们管了 路人 大人 收拾东西 让流感套车 我们马上上路 是 大人 那天我们离开京城的时候 天已经很晚了 马之县急着赶回湘河 说第二天有几庄案子要办 我们走到黑松口的时候 天已经很黑了 我们正在走着 忽然间出来一个黑影 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驾 驾 驾 你是什么人 杀你的人 那截杀你们的人 是戴的什么样的面具 是个豹子头的面具 豹子头 那你二位可曾与那豹子头交手 交手了 可是他武功十分高强 我们两人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你怎么没有 那么快 我 要做 到 哦 我 我 救命 哇 那么车夫流感呢 流感 黄澜中他中了一票 你们是不是并没有看见流感的尸体 是的大人 怎么说 此事和傅勋俭还有点干系 其实此事也怨不得傅勋俭 是那十二个弟兄起哄 吵着闹着要马大人发心 他们以此要挟马大人 马大人才生了气 那这样说来 马大人被杀之后 你们醒过的以后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小子醒来以后 发现已经躺在马车上了 原来随后傅勋俭他们带队赶了过来 遇上了我们 傅勋俭 马大人他 别说了 大人的遗体在另外一辆车上 都怪我 来晚了一步 才令大人遭此毒手 你们看到凶手的模样吗 他一直戴着面具 所以我没有看清楚 那车夫呢 刘杆 刘杆 他好像中了一边 你们先走吧 我回去 到那边小树林去看看 你 你能肯定车夫刘杆 已经被野狼分而食之了 下官也只是猜测而已 噓 你 我 就是 他的 没有可能流感还活着 有这种可能 可那流感如果还活着 他为什么一直藏着不露呢 这流感他要活着 但是不露面 只有一种可能 他跟马之县的死有关系 看来 只有找到车伏流感 才能解开马之县被杀之谜啊 傅勋监 有一件事情我搞不大明白 大人请讲 那天马之县从京城返回湘河 你和十二名护卫弟兄 为何没有一同跟随马大人呢 是这样 当时县衙已经两个多月 没有给三班六房的弟兄们发响了 所以大家都有满肚子的怨气 那天在即将离开京城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 不 两个月没发响啊 不 没 不 满肯子 我们不改 我们不改 咱们就是不走 是不是 给银子就走 不给交不走 对 交不走 不给不走 不走 就是 听我说 衙门两个多月没有发响 是因为朝廷拖欠我们的官银 此事与马大人无关 马大人这次到京城来 就是向户部来讨官银的 所以我们不能以此来要挟马大人 大家还是听我一句话 与我一起护送马大人回乡好吗 不想交不走 对 不给银子 不给交不走 对 什么意思啊 对 马大人回乡河的时候 只带着两个随从和一个车夫流感 傅训建 你和十二个弟兄 是何时离开京城的呀 我们离开的时候 天已经快黑了 我担心马大人在路上的安全 就集中生智 想了个办法 客官 想当些什么呀 好 当这把剑 客官 莫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我等银子有其用 不跟你开玩笑 是吧 是吧 好见 客官 想当多少银子 你看着没吧 二师郎如何 行啊 要散碎银子